完成完当前结束之后 咱现在在这里 就是在数据当中 把这个数据进行了一个变换 得到了一个新的指标 得完了这个新的指标之后 我来看一下 我看一下上面这个东西 有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是吧 直接进行了一个 直接进行了变换 这就完事了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去考虑 咱缺失值了 刚才考虑还有缺失值这个问题 你看这个缺失值 占比都是蛮多的 这块我又画了一个图 缺失值 咱在那边再看一下 缺失值直接我去画了 这样一个调形图 调形图当中 就是每一个注入表 这当前这个指标缺了多少 这乍一看 这缺失值还蛮多的是吧 缺失值 咱来看一下怎么填吧 填缺失值 好多种方法 但是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你得按照一个实际的标准 去填抽 这个东西填充完 得有一个实际的意义 就是你这个东西 就是没有实际意 这个东西发完了 它也不是有太大用的 所以说 咱们需要把这个东西 进行按照实际的指标 去填一下 第一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什么 第一个指标 他看了这么一个事 看了一下 对于当前这个数据来 不是当前这个数据 这个东西怎么一直放大 对于当前这个数据当中 有这么一列 这是什么 有没有游泳池是吧 哎我天 靠这个数据说 眼泪差下来了 我说这个老外 生活质量太高了 自家安慰游泳池是吧 这也太上流社会了 所以说看有没有游泳池 这东西其实就是有还是没有 那你说缺失值是啥意思 就是我觉得 就是按大家正常一个心理 你去填的 居然一个调查文件来了 问你家有没有游泳池 你会写一个没有 还是不理的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会写一个没有 就让人空着了是吧 有的没准写个有 没有的就让人空着了 所以说填充一个缺失值 填充什么 就填充了没有就拉倒了 因为它本身估计就是没有的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没有的 这就是当前的一个指标 填充一个值 然后呢 有些啊 就是有一些指标 就是它都是一些空值啊 空值像我刚才说的 有些指标 大家可能不愿意填 所以说 你说填充一个什么值合适呢 咱就认为啊 它是没有就完事了 有没有栅栏 没有 有没有壁炉 没有是吧 咱有这些东西啊 有它就有 没有的 你说给填充什么 没有的 确实值 咱就暂时只能认为 它是没有了 然后这是第一种填充方法 就是没有的 它就是没有的 然后呢 还有一些就是连续值啊 它有缺失值 连续值啊 它有缺失值 说怎么办啊 在一个时候 你觉得想 你用一个中位数来填充啊 还是用平均值来填充啊 这里啊 我建议你这样 就是咱用中位数来填充 为什么 因为一般情况下 就是可能这样 有些人是来瞎逼玩的 他填这个报告 数据当中 不能全信的是吧 比如说我让大家填个报告 我说大家年收入多少 有个人给我填个三亿五千万 那你说可能吗 我去劝我 如果说算个均值 因为这个人填了个三亿 所以说导致均值会很高 是吧 这是啊 对于一些虾壁玩的人来说 有的可能填个三 有的可能填个几百亿 有的可能填个零 这些人啊 咱就去掉左边虾壁玩的 再去掉在右边虾壁玩的 剩下中间这些 咱认为是差不多的 这就是用中位数的一个好处 所以说啊 当咱们有连续值的时候 一般考虑什么 用咱们的中位数啊 暂时别用均值了 除非你把数据啊 清洗得特别干净 我用均值 保证没什么问题 但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虾壁玩的概率啊 还是蛮大的啊 这就是咱们用什么 你看这里 格不败一下 把它当前的这个指标 当中所有的属性 格不败一下啊 分别拿出来 然后一个算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中位数是什么 然后呢 算完之后 这样穿子放一下 穿子放成 它的一个中位数值 这就完事了 然后呢 车库 哎呀 这个车库里边啊 还是这个东西啊 车库也是一样的 我也是这么添的 没有的 它就是没有 所以说要么添零 要么添没有 就是这个东西 关于车库 地压室啊 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 他这个这帮老外啊 他这个东西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反正我觉得 他没有 那应该就没有吧 也不一定 所有房子都有地压室吧 这个东西啊 所以说没有就拉倒了 咱就不管了 然后呢 还有一些 就是我们得用一些重数 比如说 现在有一些属性了 有些属性里啊 就是有七八种属性吧 让大家去选 有些可选的属性 然后有些人没选 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这些属性值啊 咱就拿这个重数来添冲吧 因为我也不知道添冲啥 有些像 比如说是必选的 你家庭的一个平锅 或者说你电力系统 有平锅 厨房的一个品质 平锅 这些东西啊 就是什么 这东西 你说你家能没电吗 你家能没厨房吗 这不可能啊 所以说你添个没有 不太合适是吧 所以说总办 对这些东西啊 咱就是按照实际情而来吧 就是中流社会什么样啊 小康 中流 估计达不小康 中流社会啥样啊 咱就啥样吧 不跟富的比 也不跟穷的比 大家差不多了 你这样为这样 大家差不多就完事了 然后呢 什么这个销售类型 建议类型 这些有些啊 有些是必选的 有一些你觉得是必选数据 肯定有的 咱就给他按重数来添 有些呢 就是你觉得 他是可能不愿意添的 可能确实就没有这个东西 咱就要给他添一个没有 这就完事了 然后呢 这回添完 添完之后啊 咱看一下 当前数据 我再算一下 缺失值的一个比例 还是按照之前一样啊 算他缺失值的一个比例 算之后咋样啊 对于现在来说 没缺失值了吧 没缺失值了 咱是不是就能把这件事啊 给他做好了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咱再来看下一步 下一步干什么 然后把这个东西 我给他在数据当中 给大家看一下吧 有一类数据这样的 你看这个第一类数据 这类数据啊 它里边是一些值 你看 60 20 60 70 50 190 120 70 你说它是什么啊 好像来说 像是一个连续值 但又没那么连续是吧 都是一个值 一个值的 而且都是一个整数 所以你说啊 把这个东西当成什么啊 当成一个离散值 还当成一个连续值啊 讲道理吧 再给它当成一个离散值吧 为什么 60是一个指标 70又是一个指标 把它当成离散值 是比较合适的吧 当成连续值啊 它也不连续嘛 就是这样一个事 这些啊 就是我们对于一些那些看似上连续值 但是又不是连续值的东西啊 进行了一个映射吧 映射完之后啊 咱就得到了下面这个结果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吧 接下来要干什么啊 用我的这个SKLearn 我现在要做标签吧 12345678是吧 现在里边是一个值 不行 我给你映射成一个属性 映射成一个标签 映射成12345678 来看一下吧 SKLearn当中啊 导进来咱们的Labelencoder 然后呢 这个啊 就给自己数了 数的过程啊 相对来说啊 比较痛苦是吧 数一下哪些 它是可以转换成 咱们的一个离散标签的 哪些是呢 给它写到这个里边 写到一个元素当中啊 咱就接下来干什么 复循环当中 一个去变力吧 一个一个变 一个一个变 变完之后呢 咱就得到什么结果了啊 咱就得到了 对于当前啊 数据得到了它的一个 属性的标签值 用了一个Labelencoder 这个东西 然后呢 编完之后啊 咱看一下吧 现在这个数据啊 还是这个样子 然后对于这个数据来说 我还能干什么 咱现在啊 还得考想讲特征工程的事 虽然说啊 在这里 没有太多强调 咱们怎么选特征啊 因为这个特征啊 实在太多了 我也这里啊 示意大家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咱现在 我C里啊 刚才是有地下室的面积 是吧 有地下室的面积 还有房屋的面积 还有你这个什么 一楼二楼的面积 是吧 这东西好多好多啊 你是不是能算一个房子 总面积出来啊 一个总面积 它不也是一个特征吗 所以说 在这里 你可以新加入出来啊 很多特征 比如说我就加了一个总特征 来去当成是咱们的一个 新的一个候选职吧 在这里又加了一个总特征 然后呢 咱现在看 这个特征工程啊 在这里设计比较少啊 咱们就不过多的分析数据了 因为这个老外这个数据啊 我也是确实啊 是看不出太多的名堂的 里边设计指标太多了 所以大家举上个例子 到时候大家呢 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我可以啊 往里边多添入哪些特征出来 然后对于咱在当前的特征 要干什么 咱首先先来看第一点吧 当前的特征啊 算了一个东西 算什么 对于所有的特征 我都upply一下 upply什么 upply一下当前的 它的一个 就是什么 它的一个T 就是不是T度 它的一个偏度值吧 所以说这什么意思啊 对于这么每一列 每一列 每一列 每个特征 都去算了一下 它的一个偏度 并且干什么 并且排了一下序 排了完序之后 把生序指定了一个false 按将序去排吧 接下来给它画成这样一个图 这就是咱们当前的一个结果 在当前的一个结果当中啊 我们就来看吧 对于这个东西啊 我们来看一下 哇 这个这个偏度啊 比刚才那个一点几 这个东西啊 还大了蛮多吧 所以说咱们现在干什么 咱们现在就要看一下 这些偏度啊 我们该怎么样 给它解决掉啊 这样一个事 下面啊 咱们再说一下 就是这个box cost变换啊 它是怎么一回事 刚才啊 咱们不是看 就是在这些数据当中啊 有这么多偏度 是吧 就是说数据啊 它都不满足正在性吗 很多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如果说啊 就是你想找到一种简单方法 有时候啊 就是光一个烙变化还不行 烙变化对应什么 烙变化 它对应的是那个 就是 你这个烙里边 它得是一个尾巴在右边才可以 那尾巴在左边呢 尾巴在左边 就完全相反过来了吧 所以说啊 就是在这里 我能不能自动的帮我去做这个事啊 咱干什么 咱妥省事啊 所以说咱来看一下吧 这个box cost变换啊 就帮我们自动的做这个事了 然后啊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这个名字听起来挺奇怪的吧 它是啊 这个两个科学家啊 它名字的一个缩写 这两个科学家 我也不太清楚啊 然后有个科学家据说 现在还没有去世 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只有两个科学家已经提出来了 它是这个 就是要做的事还一样的 就是 一共还是有n个点 然后呢 对于这n个点来说呀 现在我还是要做这样一个变换 然后指得它的正态性 要能好一些的 这个东西 你看怎么去变换的 然后它是要你控制一个栏目的值 如果说你的一个栏目的值啊 等于0 那是怎么样 默认栏目的值等于0 栏目的值啊 是你传建的一个参数啊 它等于0 就是你用对数进行一个变换 如果说栏目的值不等于0呢 咱再来看吧 在这里啊 有好多种变换方式吧 你看栏目等于1的时候 就是上面这个东西 0.5的时候 三分之一 二负一的时候 都可以有吧 所以说啊 咱现在的一个难点啊 就是 哎呀 你说一个数据来了之后 我不知道该怎么变换呢 用这个box cost这个东西啊 帮我去做这个数据 所以说怎么办呢 所以说啊 咱就这样一个东西 在数据当中啊 我直接的去找一下 那些啊 偏多我认为 暂时大约275的 就都拿出来 都拿出来之后啊 一看 现在是有59个吧 59个需要做这个变换的 在这个C派当中啊 我们可以直接 把这个工具包导出来 一会儿呢 咱就用这个工具包啊 帮咱们做事情就可以了 用这个工具包 把咱们的数据传进去 再传进来一个 你觉得合适的栏目的值 栏目的值啊 可以这样 就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有一个经验值 经验值啊 大概情况下 我看过好多啊 基本上就是 0.15 0.16 0.17 0.15左右 它是最多的一个 所以说 咱们一般情况下 就是用0.15 当成个经验值啊 传进去就差不多了 这一块呢 你看 我也指定个栏目的值 等于0.15 把这个0.15啊 再传进去 这就是说 对我数据啊 做了一个BossCost变换 就是这个意思 说白了 就是 在这里 还是要使得我的数据啊 有这样一个正态性 这个东西 不光拍子当中有这个包 R当中啊 这个包我估计用的是更广的 因为就是这个R里边 它是更偏这个统计啊 更偏分析多一些的 拍子当中啊 偏统计偏分析的 也就是这个C派 还有这个State StateModels 那个东西 一般情况下 这两个包当中 都会有这个工具的 这个呢 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还有一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BossCost变换 这个是跟咱们那个对处变换 差不太多 只不过说 现在自己指定一个栏目的值啊 相当于就是 指定于 指定好了一个栏目之后 然后再帮你做了一个相当变换 这就完事了 变换完之后啊 咱们把数据进行一分 分成什么啊 分成一个训练级 还有我的一个测试级 这就完事了 这就完事了